哈囉大家好,我是阿丹 我是美樂 我們今天團騎來到了海維咖啡這邊 剛好我朋友剛換了一台Specialized的 Harmic SL7腳踏車 因為我們環島的時候 他對Specialized的腳踏車就是非常喜歡 所以Specialized一出這款車的時候 他就馬上下定了 那我現在跟他借來騎騎看 那騎完之後再跟大家分享 這台Specialized的Harmic SL7 其實是第一台乘車搭配Drival的電面 那上面還有兩個等級的電邊 是Force跟Red這兩個等級 那Rifle這個電邊他是用鋁合金 但是外觀上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但是價格上面就是差別很多 那Specialized的Harmic SL7這一台呢 跟上一代的差別就是 他的車身設計更為簡潔 因為他是採用無線的方式 所以他把線都藏在車身跟車把手裡面了 所以維修起來也更為方便 騎起來感覺怎麼樣 請 很好騎 那個變速很好變 都沒有感覺到電腦卡拉卡拉在變的感覺 然後再來是這個變速 他也是很直觀的方式 左邊就是變輕然後右邊就是變重 那如果是要換大盤的話 他就是兩個一起壓 然後接下來就是他的煞車把的外型 他的外型比較小 所以適合像我們這種銷售的人 那跟SHIMANO的變速比起來 他這個的韌體更新 都可以透過APP來操作做更新 那當然在技術跟穩定度方面來說 SHIMANO的電電已經發展很久了 所以技術都是比較耐用跟讓人家放心的 那在實際騎乘的表現方面 他的大盤是48-35T 那他的持筆不論是爬坡 或者是公路都非常的實用 像我剛剛在騎的時候 我就把大盤調到35 飛輪調到36 這樣子騎下來就比較輕鬆 開Specialize的 Harmic SLG的分享就到這邊啦 現在如果你們對這台 沒有什麼看法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這邊分享 還有請下單 吃飯要下單了嗎 再想一下